來看看你把網頁捲到OneNote頁面最下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OneNote的擴充工具跟 那個Chrome的擴充工具跟Suffer 那這兩個下面這個就是 如果您老師是用Mac的也可以 或者是iPad上也都可以用 那麼我們看看 以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是用這個Google的Chrome瀏覽器 你就點了這個 好 點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直接選擇安裝就好了 好 加到Chrome 好 這個時候呢 加完了之後 右上角 他會問你要不要 好 是 新增 您的右上角會多一個圖示 檢查中 您看喔 如果您加完了 有沒有發現右上角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就可以加進來 就可以很快的把您的這個網頁那種加到知識裡面 那我想麻煩老師先來這邊把它加進來 好不好 記得只能用Google的浏覽器喔 好 好 那麼我們現在加入完成之後呢 您先來到這邊 您回到上面 這裡有個知識 知識點進去 好 這裡有沒有一個建立 在這邊有個建立 按一下 好 比如說這是我們的 好 按完 打完之後請按一下鍵盤上的Enter 這樣就進來了 好 進來 預設的話呢 其實這個都是不公開的 鎖頭是鎖起來的 好 所以您不用擔心 那麼 可是您下面可以發現 裡面都沒有東西對不對 好 所以首先第一個要新增所謂的主題 好 主題 也就是說有點像我們資料夾 好 我先給您看一下我的 您可能就比較清楚 您看 知識這邊 比如說這個 像例行性的 我會像這樣用 第幾堂 第幾堂 當作是分類 好 看第幾堂上課 那我就上課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主題 這是裡面的什麼 教材 好 這是教材 所以您看在這裡 預設呢 因為現在都還沒有 所以我在這邊清增 這個是 好 那我就按儲存 好 我清增第二個 好 增加進來 那我現在有兩個主題 我就可以在這邊增加 它的單元 對我們來講就等於是教材 就所謂的教材 我可以從這邊直接新增 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 為什麼要給老師看那些 測驗類型跟教材類型 因為在這邊就會出現了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的塗鴉的 有沒有 問答的 還是投票的 練習的 還是如果您是來自網頁或影片的 好 那 你可以從這邊這樣直接做 但是這種方式會比較慢一點點 比較慢一點點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我這邊就先有兩個就好了 但是要記得喔 您做完之後請按一下發布 如果你沒有發布的話 因為這個等於說你還在編輯中 所以待會呢 如果你按這裡 它就沒有辦法看到喔 這樣您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等於說我還在 好像我們數位學平台它有個草稿的那個概念嘛 草稿概念一樣喔 所以我現在把案發布一下 好 發布完了之後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我覺得這個網頁 我想要加入到我剛剛那個那個知識裡面 你可以直接按這裡 點一下 加入目前我選到的這個葉籤 當然如果你全部都開好 一次加進來也可以 這個是加入所有的喔 好 點一下 好 有沒有發現它已經找到這裡了 對不對 你可以看你的知識在哪裡 所以我的是很多啦 因為平常就有整理整理整理 那您現在可能一進去就看到一個 好 哪一個知識裡面的哪一個主題有沒有 好 那假設我加到第一個 那就可以從這邊放進去 那麼一般來講 我通常都會讓它可以直接做預覽 也就是說它預覽就會 等於在OneNote的畫面裡面 直接把那個網頁顯示出來 那 目前這個網頁 它有出現一個 這個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做解釋 你們看 我按這邊儲存 好了 這個時候我回到剛剛這裡來 在這裡 目前還沒看到我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發現就跑進來了 有沒有在這裡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您在瀏覽的時候就可以下拿 那另外呢 比如說如果您是YouTube的 YouTube的影片 您覺得 像這個之前我看過的 好 假設這個影片我想要 你就按這裡 選擇 好 這裡進來 一樣發佈 預覽 它會幫你自動判斷你的 教材類型是哪一種 像這個是影片題 有沒有發現補充教材 自動把它的描述抓進來了 對啊 這樣比較快啊 好 那我按儲存 這個時候呢 您在這邊一樣我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在裡面了 這樣是比我們快一點點 比我們說在社群平台 你一個一個慢慢加快嘛 那我這樣很快就可以把一些參考的資料 就把它加進來 點進去 點進去 就是剛剛的內容喔 就會放在裡面 對 對 對 你就不用在那摳來摳去 我們常常不是在那摳來摳去 然後就為了要把教材放進去嘛 哈哈 這樣就點一點就結束啦 所以跟 剛剛老師提到那個書籤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因為這樣就加入one note裡面 你到時候 我們要在哪裡 要在我們的群組裡面用 就比較方便 就會比較方便齁 很快就可以加進來 所以這樣的概念 跟我們在這邊做所謂的上課教材 學校說一名上課教材一樣 你做好之後我就可以拿到哪裡 比如說我們的外面這邊 像我用很多的這種活動 我就可以從這裡 是不是就直接連結站內資源 一樣的概念 好 一樣的概念齁 好 那老師還記得怎麼弄嗎 看一下 您先進到這個知識 知識裡面按一個建立 建立好之後 你給它一個名稱 記得完成之後按鍵盤上來Enter 好 那好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從這邊 進來 第一個前提要有主題 這個很重要齁 你一定要先有主題 然後呢 完了 要做一個發布的動作 發布動作 這樣子 老師就可以試看看 看你要找文章 還是要找影片 就可以來按這裡去加入 OK 來給老師稍微試一下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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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